加州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个周末于洛杉矶举行 大会也为多位参选的民主党候选人背书 其中包括竞选州籍以及联邦席位的三位华裔候选人 根据规定要获得民主党代表大会为候选人背书 必须获得六成的出席党员投票支持 6月3日举行的加州州籍职务初选的候选人中 加州主记长以及加州州务卿的职务 因为登记的候选人 没有人能获得党代表大会的足够票数 因此并没有人获得党代表大会背书 而在获得党代表大会背书支持的候选人中 有三位为华裔 分别是竞选加州财务长的 现任加州主记长江俊辉 竞选加州公平委员会税务委员的 现任州众议员马世云 还有竞选33选区联邦众议员的 现任加州参议员刘云平